世间万物皆有因果,很多时候决定一个人命运的,不是天意,而是自己的选择,俗话说,众善因,得善果,众恶因,得恶果,所谓命好的人,大多胸怀宽广,总有命好的原因,而那些可怜之人,他们的痛苦,大多也是自身造化,正所谓可怜之人,必有可恨之处,遇到这几种可怜人,一定要远离。 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,处处妥协的人,人生在世,不善于拒绝的人,内心太过于软弱,习惯于处处妥协,内心没有能量的人,时常需要他人的认可,习惯讨好他人,没有自己的主见,亦难以坚持自己的底线。 不善于拒绝,没有底线的人,无论你如何帮他,他都难以逆袭。 知否中的书兰,低价给了孙秀才,在婆家,他要钱给钱,要立出力。 可是,却不曾想到,他被婆婆百般刁难搓磨,也不敢顶撞,还是尽心尽力服侍,丈夫花天酒地,没有什么成就,还一个劲地埋怨书兰,嫌弃她不是一个好妻子。 书兰在婆家受尽委屈,非打即骂,可是,她却习惯了妥协,习惯了讨好婆家,她的付出,让丈夫和婆婆越来越嚣张。 日子越过越苦,人生路上,一个人过得苦,往往是因为,对消耗自己的人和事,不敢拒绝。 书兰书在《星之碎片》中写道,无论怎么样,一个人借故堕落,总是不值得原谅的,越是没有人爱,越要爱自己。 不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羊的样子,这样,你的身边会多出很多狼。 没有牙齿的善良,就是软弱无能,与人相处,任何时候,都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,如果自己不觉醒,谁都帮不了你。 言而无信的人,莫子在修身中提出,言不信者。 行不果,生活中有这样一类人,他们把诺言当空谈,把承诺当玩笑,消耗了别人的信任,最终也害了自己。 玉离子中记载了一个因失信而丧生的故事,基因有个商人,渡河的时候他的船沉没了,他抓着水中的浮草,大声呼救,有个渔夫闻声而至,商人对他说, 如果你能救我的命,我给你一百两银子。 渔夫把他救到岸上,商人却给了渔夫十两银子,渔夫责备他言而不信,出而反而,商人听后,勃然大怒,说,你,一个打鱼的,一天能赚多少钱。 现在,却突然得到十两银子,还不知足吗?渔夫只好不高兴地离开了。 不料后来,商人又一次在原地翻船,再次遇到之前的救他的渔夫,而这次,无论商人怎么说,渔夫都没有救他了。 失信于人的人,即使用尽百般技巧,最终也不会有好结局,因为,他们一旦陷入困境,便没有人再愿意出手,向救。 中庸里有句话说得特别好,成者物之忠实,不成无物,是故君子成之为贵,成信因贯穿与人际交往的始终,彼此坦诚,方能互相尊重,方能建立信任。 方能互相帮助,不思进取的人。 而鲍恩在《不抱怨的世界》一书中,不留情面地指出,抱怨的本质,其实是为了获取同情心和注意力,以及避免去做我们不敢做的事。 抱怨,其实是一种逃避,而且期望别人跟自己一起逃避,抱怨会唤起他人的共鸣,让抱怨成为一种传递的心灵疾病,不但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,甚至还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。 来看一个预言,驴耕田回来,躺在栏里,疲惫不堪地喘着粗气,狗跑过来看他,爱,老朋友。 我实在太累了,驴诉着苦,明个,我真想歇一天。 狗告别后,在墙角遇到了猫,狗说,伙计,我刚才去看了驴,这位大哥实在太累了,他说他想歇一天,也难怪,主人给他的活太多太重了。 猫转身对杨说,驴抱怨主人给他的活太多太重,他想歇一天,明天不干活了。 杨转身告诉了女主人,饭桌上女主人将这件事告诉了丈夫,驴想背叛你,他想换一个主人,背叛是不可饶恕的,你准备怎么处置他,在不断地添油加醋中。 驴的命运最终也走向了灭亡,所以,经常跟别人抱怨的人,一定是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人,这种负能量一定会给自己招惹是非。 弱者喜欢抱怨,强者从来不会对别人诉说自己的心酸,弱者并不是缺少幸运,而是欠了生活一份努力。 余生,做个强者,将幸福和快乐全部握在自己的手中。 不懂感恩的人,施经云,投之以逃,抱之以礼,可总有一些人,把别人的好当成理所当然,心安理得地占尽他人便宜,却不懂回报。 电视剧《人世间》中,周炳坤见吴倩一家没地方住,便好心将自家的老房子免费借给他们居住。 后来,周炳坤买房被骗,房管所要求周炳坤一家必须在月底之前搬走,无奈之下,他只好委婉地告诉吴倩一家要搬出去。 吴倩听后,对周炳坤是否遇到困难,只字不提,而是把周炳坤带来的罐头和水果重重地摔在地上,指责周炳坤要撵他们走。 不顾他们的生死,甚至还威胁周炳坤,要他们搬走可以,但必须给丈夫周国庆找一份工作,不然就不搬走。 越不懂感恩的人,生活越容易一地鸡毛。 因为他们只愿看到自己的利益,不愿看到别人的善意,处处计较,生怕吃亏。 俗话说,斗米养恩,丹米养仇。 当索取变得容易时,他就会变味,甚至滋养一个人的欲望,变成农夫救下的那条蛇,反咬你一口,对待不懂感恩的人,收起我们的善意。 不能让这份善意变成伤害自己的武器。 表里不一的人。 俗话说,画龙画虎难画骨,知人知面不知心。 有的人,人前和善,背地狠毒,见不得别人过得好,想方设法祸害他人。 唐朝有位宰相,叫李林福。 有一次,他听到唐玄宗称赞卢炫温文尔雅,风度翩翩,害怕卢炫被重用,于是他召唤卢炫的儿子,说,皇帝想让你的父亲去岭南任职,如果不去的话,肯定会怪罪下来,还不如主动请求到东都洛阳去做太子宾客。 卢炫果然不愿意去岭南,以为李林福在帮他,便主动请求前往洛阳。 不久之后,李林福又找了一个理由,将卢炫贬到偏远地方。 后来,大家看出李林福为人狡诈,称他,口有秘,父有贱,最终,他也被世人所不齿。 东野归吾曾说过,世界上最难以直视的两样东西。 一是太阳,二是人心,人心隔肚皮,难以揣测,鸣枪一朵,暗箭难防,表里不一的人,说的话都藏着自己的目的,他们的话说得十分好听,但话里有话,话后有话,稍不留神,你就会被他们落井下石。 生活不易,与人的交往中,我们都得学会使伪善,便人心,缘小人。 不愿独立的人 人生路上,永远不要去帮助一个依赖心理太重的人,因为习惯依赖他人的人,从内心深处,他是不愿意独立,不愿意吃苦,不愿意成长的人。 习惯躲在他人的身后,享受他人的照顾,或者享受他人的劳动成果。 如若,对依赖心理太重的人,伸出援手,他可能反而会依赖上你,一次又一次地,以各种理由,向你索取,依赖心理太重的人,吃不了苦,不愿意靠自己的努力去打拼,即便给予了他帮助,他也不会懂得感恩。 相反,他会从心底觉得,你就应该理所当然地帮他。 罗兰说,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,他使你认为那是安逸,是休息,是福气,但实际上他给你的是无聊,是倦怠,是消沉,世间万物都在变化之中,感情也同样如此,一个人如若不进步。 他就会被社会淘汰,帮助一个依赖心理很重的人,最好的方式,就是断了让他依赖你的念想,让他靠自己的能力去生活,学会独立,人之初,性本善,帮助别人是传统美德,但是你要看对方是否值得帮助,不能因为做了好事,反而被人讹诈,导致自己惹麻烦,或者与人结仇。 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,一个男人跪在菩萨面前,希望菩萨帮他离婚,各一会,男人的妻子跪在菩萨面前,希望菩萨能够帮他,让丈夫永远不要离开。 菩萨很为难,只能保持沉默。 顺其自然,谁都不帮,很多时候,什么都不做,就是慈悲,遇到可怜的人。 你要注意辨别,帮助心中有阳光的人,远离内心阴暗的人,拒绝帮助不懂感恩的人。 记住,善良是一种能力,不是爱心泛滥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